南投阿威 塞德克族的阿威你好 你好 喂你好 我想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提出两个角度一个说法 第一个是塞德克巴莱 不管它用什么样的形式的一个呈现 就我们的主意来讲 它就是斯德克巴莱的意思 那这个斯德克巴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基本上就如同 刚刚我们总招所讲的 它就是有一个Gaia的一个规范 在这个里面 也就是说斯德克巴莱 这样的一个形式 不论是用中文的什么样的符号呈现 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共同表征的符号 用这样一个角度去说的话 我们用简单来讲 我的名字可以随便让你来做一个你个人 就是说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表征符号 它怎么可以轮为是 作为是一个斯人的一个 它的一个变得到斯人所有的一个产品 我想这是第一个一个争议点 那第二个是 在魏德森这一部的电影里面 它的脚本它是以物色事件 这样的一个事件 然后来呈现有关于什么叫斯蒋巴莱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这个里面我要基本讲的是物色事件 它是属于在当时候事件里面是不敢 不仅是只有是德拉雅它本身一个问题而已 呃呃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它也包含当所有的德拉雅跟德拉雅 呃还有德鲁古 还有包含像布农族跟泰雅族 就是在这个物色事件里面 它所涵盖的呃这样的一个一个事件过程之中 它是属于我们所有在当时事件里面 所有主人的一个共同一个悲伤记忆 嗯哼 这个共同的悲伤记忆里面 我想就现在的人不管是像事后的一些人的 怎么去做一个诠释或怎么样 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悲伤的一个记忆里面 难道我们族人不应该用一个族群的一个角度 去面对是呃去 什么去看着 为德镇什么去诠释这样的一个事件 好谢谢 谢谢我们再来接南投一问 李问小姐您好 嘿你好 你好 我是南投县南风村美西部落的呃原住民赛德克 是 因为我常看电视啊 我都是在网路喔 看到这个消息 我最我本来很很支持魏导演也很期待这部 呃代表我们赛德克组的电影 但是在网路上喔这样 哦我真的好难过 尤其是在那个魏泽胜她她的声明稿开始说什么 哎呃 我还是贝林啊 谢万山怎么样怎么样啊 因为他们本身都是我们我们的长辈 嗯哼 没有他们的话我们赛德克证明哦 就不会有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很我很难过 我希望说在他们的观光网站哦 我希望他们哎不要只要听他们的网友往事啊啊啊同情他们 应该也要同情一下当初我们正名成功这这这这这几个人哦 呃为了我们赛德克组这样子的付出 好 第二个就是哎我想请问一下哎在线上这个邱若仁先生是代表我果子公司的吗 哎如果是的话我希望哎你能够跟魏德魏德生导演说因为我身为赛德克组 他把我们的名字这样子拿去做他们商标图案也好什么也好 也是把我的户口名簿上面的赛德克组哦 也拿也拿来在那边晃来晃去 希望他能够呃站出来亲亲口跟我们赛德克组 谢谢谢谢我们再来接这个吴命杂布吴命杂布你好 嘿你好你好 嘿你好 呃是你好哎呃 主持人你好 嘿你好 呃还有现场的四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现前观众朋友大家好 嗯 我想原住民自卫财产保护条例哦 呃他的修法颜还有律法的延当的部分这个是必须要讨论的 但是今天的主题大概呃这个不是很确实哦 我想我们实际上来讲没有排除非汉人 非原住民的汉人来协助原住民的文化发展跟历史工作的推展哦 嗯 那么之前像现场的邹若荣老师 还有之前正向老师我们原住民不但感谢他还把他们当成是我们的同胞哦 嗯哼像现场的邹若荣先生我们就把最优秀的原住民也嫁给他哦 哎把他当成是自己人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哦 我们并没有排外 那么今天的问题症结在什么地方我想大家也很清楚哦 我可以再重复一遍第一个就是呃原住民的汉人 跟汉人所谓的法这个部分的一个协调性以及沟通性不足造成这边的一个问题哦 嗯哼我想是不是Cedak Valley可以被人家所所可以就做了一个践踏哦 我想大家从别人媒体电子媒体跟网路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在这边不用再做声明哦 那么真的问题是假如他在遇到这个问题 他的幕僚告诉卫导说很诚恳的跟原住民说声道歉 因为确确实实已经伤害到我们了 这个是不正的事实不是空口说白话 从各方面的角度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他的声明并不是这样哦 他的声明是很遗憾的抛弃 也就是他很不甘愿的抛弃这个商标呢 现在的事实是这样子 这个就算了 不但没有道歉讲这样的话之后 我们还听到他说是少数几个人做意识形态的操作 这个帽子扣在我的头上 我相当的不以为然也非常的愤慨 因此我才会写那封这个声明稿 不惜被他告的一样的这个冒险做这样的事情 我来做这样的一个声明稿 是告诉他我们不会怕你 确实是我们把你当成朋友 我从以前担任议员以及担任公所秘书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透过媒体欢迎来拍摄 甚至动用所有的我们仁爱山的力量一起来协助你 但是今天你做这样的注册登记 你并没有跟郭明正老师讲 你的顾问都没有询问过之后 你做注册的这样一个动作 但是现在你在网路上挑起您的演员 也特别来指责 我们没有目的 从头到尾我们只有要求您做 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么继续我们来接我们台北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我袁志明分给大家 你好 我是很高兴魏导演能够拍你们 那个为了设计二哥巴黛 我很期待他能够成为那个欧斯卡金像奖的 进金欧斯卡能够得到奖 代表台湾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设计二哥巴黛 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国家 像澳大利亚他能够在国际上能够这么有名 就是他把它拍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澳大利亚 大家能够共同进展的国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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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来接花莲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我想我就直接讲 从刚刚的这一篇声明里面 我可以说我再度看到了果子电影公司 我把它取得成果子电影跟魏导演 我看到了果子电影公司的傲慢 同时再度利用文字 或是法律上的文字在玩弄 在欺负了我们原住民的同胞 过去我在华林也协助过原住民处理法务 就是有个自换财产权的部分 所以我们很了解 结关原住民同胞 对于这些方面的一些无助 但是我们必须讲 当他去电影公司去登记了商标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请不要再把文化跟商业把它混为一台 他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或者他们为什么要去珍惜 我们应该直接这样讲 我想这点是很不可原谅的 是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吴先生 那么我想说刚才我们的Coin来宾 也都表达了他们很多意见 那么当然我这边要帮这个 若荣邱大哥讲一下 他是代表他今天 他今天是代表他自己 那么当然他也是这个春阳部落的女婿 但是问题是说好 刚才我们也很多的族人 或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点出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那么其实从 我自己就是说 从去年也接触了魏德胜导演 也亲自专访他 那么我自己也跟他讲说 我觉得你很勇敢 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吴永昌 就是第一通的Coin Awi他讲的 这是一个悲剧记忆 对所谓的这个 塞德克族的兜打群 德路群 德格达雅 甚至是在这个仁爱乡境内的 布农族着社群 都是一个悲伤的记忆 甚至是连提都不太敢提 一提就会痛的一个悲伤记忆 所以会觉得魏导真的很勇敢 拍了这部戏 那但是问题是说 这里面刚才就像吴先生讲的 是不是登记就算是一种的商业行为 那等一下我们就来 再请我们的五位来宾来谈 我们下期再见